大家好 今天我带领大家 从空中和地面两个视角 两条平行的线路 来立体式的游览和感受天下第一陵 皇帝陵的古朴素木和雄伟庄严 皇帝陵景区 由轩原庙和皇帝陵两大部分组成 轩原庙在桥山东路 而皇帝陵则是在桥山之巅 拜祭皇帝一般都是仙祭庙 后叶陵 现在先来介绍轩原庙这部分 这边是停车场 紧连着的是售票处 购票后 首先会经过最南端的轩原广场 这是一座不对称的半圆形广场 广场地面是用五千块秦岭天然核暖石铺器 象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这些核暖石的直径基本都在半米以上 这条河名曰居河 由西向东呈幽形绕桥山而过 刘京的这一段又称印池 印池之上横跨着通往北岸宣原庙的宣原桥 桥长66米 轩原桥是全花岗岩仿坝和古墩梁桥 共九跨 由一百二十一根石梁铺器而成 每根石梁长5.71米 重十吨 粗犷 古朴 厚重 被誉为中国近代全石材第一桥 这边不远处便是黄陵县的县城 印池占地300余亩 水域面积约20万平米 蓄水量46万立方米 轩原桥的北端是桥北广场 与轩原庙的龙尾道相连接 面积1584平米 地面全部用花岗岩铺器 广场上耸立着四根高4.8米的花岗岩望柱 接下来就是通向轩原庙的龙尾道 由三个踏步组逐集登高 龙尾道共95级台阶 寓意皇帝是九五之尊 实际而上后来到了宽敞的庙前广场 站在这里回头眺望一下 山水环抱 景色秀美 这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庙前广场 这是轩原庙的大门 进入庙门后 依次游览这片区域和这片区域 然后经由这里出来 这边是前往桥山山脊 黄帝陵的电瓶百度车车站 轩原庙三个字 是由民国时期蒋鼎文书写的 进入庙门后 左手有一棵高大的古板 相传此树为皇帝所值 树林已超过五千年 树高十九米 树干苍尽 灌如滑盖 1982年 英国林业专家罗皮尔 在考察了27个国家的百书之后 认为这一棵树最粗壮 最古老 称赞它是世界百树之父 这是皇帝守之百所在的方位 继续往前走 便来到了成心亭 成心亭是人们整理衣冠 平静心情 消除杂念 准备祭品的场所 这是成心亭的位置 继续向前走 左手这边 矗立着四块石碑 分别是香港回归纪念碑 澳门回归纪念碑 台湾光复之敬团 纪文碑 香港回归十周年 纪文碑 这是四块石碑的位置 继续向前走 过了这棵 需要三个人 才能抱拢的百树 就来到了碑亭 亭内存放着四通石碑 这边是毛泽东 在1937年4月5日 国共两党 共纪皇帝灵时 亲笔提写的 纪皇帝灵文 后面是邓小平 1988年提写的 炎黄子孙 这边是孙中山 1912年 任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时 所做的皇帝赞 后面是蒋介石 1942年东 提写的皇帝灵 最后呢 号召当时的全国 死亡万众 四亿同胞 一起来评讨一本 侵略者 各党各界 团结兼顾 无论军民不分的一步 民族阵线 九国两方 四亡万众 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 改革内政 一兆一兴 战走必胜 还我和尚 为我国权 此物此致 勇始募宣 经无整军 张告列祖 实践临之 皇天父土 上想毛泽东 尼汉诗中提到的 宣言两个字 是大家今天 南西大陆十足 他人信公司 民宣言 英勇土德之位 土为黄色 我们这些皇帝 远防 此刻的皇帝 回头看一下 刚才路过的 那颗古柏 三个人 才能抱得拢 这是碑亭的位置 这是三人 合抱的 那颗古柏 过了碑亭 左手边 是皇帝脚印石 出土于1956年 经鉴定属于汉代文物 后人因敬仰皇帝的勤劳和功绩 雕刻这幅巨型脚印 仪式纪念 锦林脚印石的是挂甲柏 又名将军术 智载 汉武帝争朔方环 挂甲于此树 每年清明节前 树孔内会溢出百枝 凝结为珠 像眼泪一样 清明节后又恢复原样 堪称裙摆之旗 这是脚印石和挂甲柏的位置所在 紧挨着挂甲柏的 就是人文初祖大殿 这是供奉皇帝的正殿 也是整个庙院的主体建筑 重建于明朝 1956年做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 趁咱们香火争望 跌着香火跪下来扣三个头 双掌和石许个心愿 人文初祖的匾额 是爱国将领程浅 于1938年提携的 现在进入正殿看一下 大殿正中 供奉的这尊皇帝半浮雕全身像 石料为墨玉 高3.6米 宽3.3米 重11吨 石像四周的木质壁刊上 雕刻着四灵图案 上朱雀 下玄武 左青龙 右白虎 这里是人文初祖宣元庙正殿的位置 宣元庙正殿再往北 是2004年建成的祭祀广场 占地1万平米 可容纳5000人举行祭祀活动 每年清明节 全球华人瞩目的盛大的皇帝功绩大典 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广场的地面全部为花岗岩石铺旧 整个祭祀广场 庄严宿木 微风凛然 广场两侧 分裂着代表56个民族的56面龙旗 还有酒队2米高的青铜牛顶 东面还有一口龙魂大钟 西侧则立着一面龙威大鼓 广场北端 在总高6米的三层石台上 坐落着庄严雄伟的祭祀大殿 岩下正宗悬挂着著名书法家 黄苗子 首书立体 轩辕殿三个大字 祭祀大殿属于 带天井顶式仿旱石形建筑 由36根高4米 直径1.2米的圆形花岗岩石柱 维合成边长40米的方形空间 上围巨型腹斗屋顶 顶中央有直径14米的圆形天光 反映出我国古代天元地方的理念 地面采用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石材铺气 隐喻传统的五色土 象征皇帝恩泽普润中华大地 殿内中央偏北 是轩辕皇帝的半浮雕像石碑 总高7.6米 宽5.68米 厚3.48米 全部为花岗岩材质 总重量达到36吨 再来回望一下祭祀广场 广场南端的东西两边 各建有一座三出雀 三出雀是雀制中最高等级的建筑 是天下独尊的标志 再来从空中视角看一下 这是轩辕庙正殿 这是祭祀广场 这是三出雀 这是祭祀大殿 参观完祭祀广场 再回过头来介绍一下院墙内两侧的碑廊 西侧碑廊陈列着自宋代至清末的 五十六通祭祖和祭祀古碑 东侧碑廊陈列着国家领导人 和现代书法家赞颂皇帝的碑文 和为整修皇帝灵做出贡献的功德碑 参观完轩辕庙整个这片区域后 从这里经过西跨院 然后从这个偏门出口出来 在这里称作电瓶百度车 前往桥山两脊上的皇帝灵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里继续带大家游览 桥山之巅 苍百林中 幽静深随 气宇非凡的皇帝灵 点灵